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喜剧科幻片《妙妖春情》 芭比和妻子准备出门去参加舞会 她却一直在想今天在实验室的药品实验 星星吸收的药效只有23%,这让她很费解 善解人意的妻子随即取消了舞会的邀约,为她做晚饭 她从妻子做的热汤中想到了解决药效的配方,是将其加热 这个配方决定了她是否能获得一份好工作 她在实验室进行了配方的改进,并且亲身实验 但她不知道的是,有只猴子用她的实验药剂乱捣过完后 全部倒进了她的饮水机里 芭比喝下实验药剂之后觉得口干舌燥,接了点水喝 发现水也是苦的,但也没有多想,以为是自己的嘴巴苦 没过多久,她的脉搏就变成了150 她变得像个年轻小伙子一样,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还能翻跟头了 连多年的老近视都被治好了 刚好妻子打电话来,要她去捡头发买衣服和新车 但她却挑了一些最不合适自己当下年龄的款式 在买车的时候遇到了梦露,重返年轻的芭比载着她去兜风 却意外被表白,还在脸上留下了蠢印 她带着梦露去跳水溜冰,玩了一下午,到了傍晚要笑过了 在开车的芭比突然啥都看不清,直接撞上了围栏 她的妻子带着做好的饭菜来实验室找她 她却说自己要再次进行实验 要妻子为她记录下服药后的情况 妻子不同意,拿起实验品酒喝 同样的觉得药苦的她也喝下了饮水机里的水 芭比的赞助人带着梦露来找她 妻子却拿起手边的鱼,扔进了赞助人的裤子里 还酱酱要拔光秘书的头发 芭比只能带着她赶紧离开 重返年轻的妻子开着车带芭比去度蜜月 老夫老妻却像是真的第一次住在一起一样 还躲到卫生间换了十几分钟的衣服 出来之后妻子不停的找茬 两个人有了点小摩擦 妻子就将没有戴眼镜的芭比关在了门外 自己打电话给旧情人和母亲 说芭比打了自己 另一边没有眼镜的芭比就等于一个瞎子 她四处摸索 不小心进了一个女人的房间 差点招来警察 随后又掉进了洗衣间撞到了头 第二天才被工作人员穿拂出来 遇到了正好药效退了准备回家的妻子 他们回到家 却发现妻子的旧情人和母亲都在这里等着 谴责芭比的所作所为 妻子连忙解释都是因为药效的作用 但芭比却觉得自己通过这次的药效 看到了妻子内心并不爱她 两个人就这样吵了起来 开始互相指责 但妻子立马意识到了这是不对的 他们不该质疑彼此的感情 芭比决心要毁掉这个药 仍然毫不知情的他们用饮水机里的 水煮了咖啡喝了起来 同时赞助人找他们一起开会讨论药品销售 药效发作的他们却在会议现场大闹一通 两个人再次吵了起来 相互纳游妻护对方 妻子生气的跑回家打电话给旧情人 说要离开芭比 不幸的被芭比听到了 芭比换了一身衣服出门找了一群小帮手 收买他们将旧情人绑起来一起欺负他 妻子则因为捉腾太多劳累 在床上睡着了 醒来后发现邻居的小孩爬到了自己床上 但他看到沙发上芭比刚刚换下来的衣服 还以为是芭比喝下药后变成了婴儿 吓得赶紧带婴儿去找赞助人 要他们想办法把芭比变回来 但赞助人也束手无策 他们只能将婴儿哄睡着 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他们将婴儿留在隔间睡觉 芭比却在此刻回来了 而喝了饮水机水里的人们 却开始了小孩子的游戏 他们这次发现原来是真正做出配方的是猴子 赞助人将药品销售合同给芭比签下 这场闹剧就此结束 芭比和妻子也发现了青春的秘密 只是当你忘记自己还年轻的时候 你就已经老了 所以说大家要保持年轻的心态 不管年龄是不是增长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和我一样 永远18岁的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重返18岁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